我爱追港剧TVB本司集结地 提供港剧资讯 一人八卦等一人廖比尔宣布分手 今年三月承认和富二代卢己贤拍拖的廖比尔 宣布恋心一来传闻多多 不单直指南方另有原配女友 早前更传出他早年历嫁法国波尔多酒庄富豪 何鲁己贤的恋情公开未够半年 今日他在社交网亲自宣布分手 一英语留言的他 说向来不想多谈资人士 本应有件传闻多多 故亲自澄清从未结婚外 又指自己已回复单身 认为要维系两人关系困难 更指何鲁己贤曾有不少难忘的回忆 分手后仍是朋友 并感谢对方的关爱和支持 要比尔将在一张黑白微笑照 来证明自己心情不太悲伤 常文如下 Many of you know that I don't really talk about my personal matters but seeing the news lately I feel it as time I said a few words First of all, I am not married and have never been married Currently, I spend a good deal of my time alone The relationships are difficult I tried my best But as relationships are about two people I was unable to make things work due to differences in expectations in their relationship Hence, I have chosen my own adventures We have had many great memories and will always remain close friends I thank him for his care and support Thank you to all my friends Friends Management Amp Family for being by my side Amp Loving me unconditionally I trust and believe in God's plan for me 中文一本如下 Nicky好多人都知道 我误会点讲私人事 不过近期 低到低闲闻 若省戏时候讲几句 首先 我卯结到婚 而且从未结过婚 现实 我大部分时候都戏一个人 拜托 几好困难 卡爱 我尽过力 但当关系关于两个人 两个人对关系卡期许 有无同时 我卯能力 另断关系可行 我便有过好多美好回忆 而且永远会记好朋友 我感激取卡关怀同支持 多谢我所有粉丝 朋友 经理人团队同家人于我身边 无条件爱我 我姓善同向姓神于 我身上凯计划 另外 陆起贤在今早都有更新社交网 但就只字不提分手一事 只系上这一张烧俄碧的照片 39岁的廖碧尔 2000年参选温哥华华裔小姐竞选夺魁 随后参选 2001年国际华裔小姐竞选夺冠 同年加入第15期 无线电视 艺人训练班 毕业后 效力无线电视10年 美貌与智慧并重了她 配上身材丰满 有港版藤原吉祥的称号 寻美后便加入TVB拍剧 工作机会不断 廖碧尔最为香港人印象深刻的角色 绝对是她当年于接待欢喜中 饰演神田公主一讲 刘金岁月客串挪威王妃 瑶丽丝新花榜饰演既美丽 性格好爽 剧中与陈豪欢喜冤家 绿正心人亡 饰演蒋思佳 妙手人心三 饰演曾书其初位行动 饰演温柔体贴的徐颖 饰起爱来劲则拼搏 但不是冷静果断 对感情知识亦是如此 相信何则来 不何则去 绝不脱泥带水 强健 饰演天下第一大派尚剑门剑之独女 北唐子龙 在这部剧 与黄宗泽饰演的成风 一直有着一段感情 可惜最后成风为了救她的姐姐莫问 而放弃了北唐子龙 在这部电视剧 可以感受到成风与师姐北唐子龙 及红颜之己水灵间的感情 凶成计重计 饰演刁蛮任性的前进或前摇舞动全程 饰演李欣宁 再次遇满讯为饰演情侣 当狗爱上猫 饰演文子齐盛世人杰撩币儿 饰演敌人杰的长女狄青鸾弹情书案 饰演率性而行 敢爱敢恨 大情大性的灵敏家 再次遇满国民饰演情侣 片段回顾此外 还在那里出演了一些角色 望明认为 她本人最让人着迷的 就是那开怀的微笑 她拥有着一双暗笑的眼睛 和一颗乐观的心 笑起来的时候 总是让人如沐春风 感染力极强 然而始终未能找到真命仙子 每次分手更是她做主动 并惨到说 要许定蛮子找代母生子 虽然感情交白却 但她脚头不错 专带望前度 其就爱门大度已找到另一半 并组织幸福家庭 因此被网民称 廖碧尔望夫 又说她是最强前女友 不过廖碧尔透露 不会羡慕前男友们 我会替他们开心 已有自己的家庭 我觉得每个人有自己的路 有些人会快一点到 有些人会慢一点到 刘凯威 2001年入行的廖碧尔 也处女剧皆大欢喜 并和同剧拍的刘凯威 西夏琴珍 为恋性逆直 低调 有几言当时 女方事业起飞 另两人关系造成距离 恋情维持三年高中 而转往内地巴散的刘凯威 2013年取得内地 当红女星 杨米并育有一女 陈豪2004年 廖碧尔和陈豪和演聚集 妙手人心酸擦出爱火花 有指她为陈豪而鸡批刘凯威 拍拖起来 两人常以情侣当姿态吸睛 微从不公开恋情 直至2010年 有指她搭上富二代林中豪后 和陈豪六年情婉婉 女方即被指为败姬女 分手过后就挺呆 FAD报的陈豪一年和陈姨美拍拖 一拍即合 结婚生子做独宰公 有两代艺女 林中豪廖闭2010年被拍的出入富二代林中豪的潜水来独立屋而传出恋情 但关系维持只有四个多月便告吹 有指南方的实力极佳地被质疑 林中豪现有拍拖多年的女友Solana 并于今年年初求婚成功 Gin Charles Casis 2014年 廖闭二和法国著名酒庄庄主金Charlotte Casis拍拖 拍的两人当节就懒又稀 而她更以女主人身份 现身Casis的红酒板页 而早前更传出两人已逆婚 廖闭二曾在奇妙电视节目 接下第一Friend二中女主持郑少康Francis分享感情事 廖闭二表示 当时因一起拍剧而认识刘凯威 问道情侣一同拍剧是好事吗 她说 当然好 我的中文好了很多 然后廖闭二只在娱乐圈永远有机会重遇对方 主持人急问她有否重遇陈豪 她表示分手后未有重遇 对方已建立家庭 亦衷心祝福对方幸福 主持人讲到当时廖闭二与陈豪分手 有传承豪满足不了廖闭二 因而令她形象变得负面 廖闭二回应说 我也不明白她满足不了我什么 要问她才知道 当时我的人在医院 毛里会过负面新闻 只担心鼓劣会否令我不能再走路 新鲜同学会 廖闭二大堂和刘凯威的那段情 其后廖闭二笑称自己的家族庞大 未来丈夫需要接受财和组织家庭 希望未来丈夫是一位成熟稳重 爱家庭的人 最重要可以令自己笑 离开无限后 她考取国际品酒认证level三资格 开始燃至卖酒生意和饮食也 酿酒酒年 廖闭二在红酒之中参透到人生 红酒跟人生很相似 酿酒前你可以做很多准备 但当红酒入尊后会有什么变化 你也不能控制 就正如人生 你可以计划自己做很多事 但你控制不到 当你实际去做之后会发生什么事 对于何时可以真真正正披上下衣 廖闭二自己也不知道 不过他也分享自己的择偶条件 要很爱我 我很百变 所以对方要很有耐性 我需要一个好病的人 这些条件都与金钱无关 最后欣赏一首林峰 廖闭二翻唱刘德华经典之作一起走过的日子